出生便带着神话色彩的周五王激发,不仅打败了暴君商周王,还有着相似相知的美好爱情,你羡慕了吗? 这里是浮学点击,点个订阅,让我带你一起拨开历史的云雾,看见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据说周五王的母亲在怀孕时,梦见一只凤凰飞来,将一颗卵放在她的怀中, 后来,这个卵夫化出了周五王,因此他被认为是凤凰的化身。 周五王青年时期,曾经流浪四方,学习各种武艺和文化知识, 他还曾经在商朝当过一段时间的官员,但是因为不满商朝的统治而离开。 后来有江太公辅佐裁的,已统一天下。 话说有一天,周五王激发陪江太公钓鱼,锤钓之际,两人闲聊,周五王向江太公请教治国之道, 江太公也一一作答了,并给了很多建议。 闲聊之际,江太公顺便关心一下激发的婚事,师父关心弟子的婚事也是正常的。 江太公说,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,这七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朝政上,真的是成绩卓越啊。 而且你也到了该娶七生子的时候了,你有没瞧上哪家的姑娘激发一听这话,心想一直找不到机会提起的这件事。 江太公竟然主动说起来了,周五王激动地说, 我心中已然有一位重义的女子,我下定决心了,如果她这辈子不肯嫁,我就终生造福百姓,再也不想娶七生子之事。 但是江太公笑道,是哪家的女子呀,连异国之主都瞧不上,我倒挺好奇的。 你说出来,我帮你牵牵红线,如何? 激发连忙说道,是您的女儿一江,江太公先是一阵,盯着周五王的眼睛说道, 如果是我的女儿,那应该没什么问题,我当家了,但是你们年纪有所相差,恐怕不太合适。 激发一听,着急了说道,一江妹妹也快二十了。 我曾经求她嫁与我,她不说行,也不说不行,她的意思可能是在等您老人嫁的,只要您答应了,她肯定同意。 这是一江母女走来,江太公将此事与夫人说着马是说,我也是因为此事来与你商量来,我试探过一江了,主要看您的意思, 只要你同意,她都没问题,江太公看着两人站在一起,有说有笑的,一江还不时低头微笑着, 江太公心中已然做好了决定将女儿嫁于周五王激发,一江一听父亲说与激发之事,不禁羞红了脸,躲在母亲马氏的身后。 小声说,我听父亲的便是,就这样,一江嫁给了周五王激发,称江太公为上妇,用来去别君臣治理。 一江在嫁于周五王,激发当年就生下了长子激送,十三年后,激送接替父亲周五王激发,成为了大周朝的第二代王。 周成王,一江从小受他爸爸的影响,阅读经典,非常有才华,为人正直,人厚贤德。 虽然五王大激发年长他十几岁,激发对他十分敬重,更是关爱有加,他们夫妻十分恩爱,不久生下子,激发非常高兴,给取名字激送,就是后来的周成王。 在商朝灭亡后的,激发更是奋发图强,立志要做一个贤民的君主。 不久,周五王因为劳累过度,就去世了,一江悲痛不已,茶饭不思。 后来他的儿子激送继承王位,只有十三岁,幸好有一江辅助,还有五王的忠心老臣,才使四海生平,周世的天下安稳如磐石。 因为那时,王位有兄中弟记忆说,五王的兄弟又多,年仅十三岁的周成王是很危险的。 周成王和他爸爸一样治理国家,十分用心,可是周成王的身体不好,因病去世了,这时候的对一江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。 失去了丈夫,又失去了儿子,大病一场。 周成王死后,他的儿子积昭即位,也就是周康王,周康王继承王位的年纪,比他爸爸还要小,没办法处理朝政。 这时候,大病出狱的一江要开始辅佐他的孙子周康王,掌管朝中大事,教导康王治理国家。 在一江府左下,周朝在他儿子和孙子治理下,前后差不多有四十七年,有天下安宁,行错四十余年不用,把周朝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时代,后来被历史上称为承康之治。 可见,一江的命运的传奇的色彩。 透着聪明和智慧,周武王激发,又是如何击败商周王的,武王即位后第四年春天,发动了空前的灭伤战争,百江上为帅,发兵五万度过黄河东晋,大军到了盟金,八百诸侯也率兵前来驻战。 武王便在盟金举行了逝世大会,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,激发左手执掌象征军队指挥权的黄越,右手握着用以发号施令的毛尾杖,在吕上和舒淡的左右护卫下登上土坛,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被后人称为牧师的著名誓词。 诸位有帮军长和将士们,因咒荒废国政。 不敬神道,离弃同胞,四报百姓,天怒人怨,现在,上天命令,我向英国行使惩罚,众将士们,举起你们的鸽,拿起你们的盾,要像虎那样威武,如熊一般,熊壮的去战斗,努力呀,将士们。 世事典礼结束后,蒙事后,武王便率大军浩浩荡荡的杀本商兜昭戈,一路上势如破竹,很快便打到了黎昭戈只有七十里的牧野,双方军队就在牧野附近摆开了阵势进行决战。 周王认为自己有军马七十万,可周军只有五万,这简直是以卵击石,飞蛾扑火,可他哪支武王的军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之势。 作战勇敢顽强,而他那七十万大军中,一多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捉来的俘虏,他们平日受尽了周王的压迫和虐待,对周王恨之入骨,又有谁肯为他卖命。 所以两军刚一交锋,奴隶们就调转矛头,纷纷倒戈投降,配合周军攻打商军,周王所谓的七十万大军,请客间土崩瓦解,江上便指挥周军,乘胜追去,一直追到朝戈。 沐叶战败之后,周王逃回朝戈,赶到已没有回天之力,就命人将宫里珍宝都搬到露台,然后放起火来,自焚而亡,朝戈的百姓闻听周王已死。 便列队欢迎周军入城,武王入城来到露台,看到周王的尸体,便连射三箭,并砍下周王与打己的脑袋,悬挂在宫廷外的白旗下示众,周王的两个宠臣恶来,费众也被斩首,群凶斩除,人心大快。 从此延续了六百多年的殷商王朝,随着恶贯满盈的周王的自焚而彻底灭亡,史称武王克音,为了灭杀殷交。 燃灯道人一共借来了四面先天宝旗,然后在燃灯道人的布置下,西齐大军发动了对商军的总攻,商军主帅张山,大将李锦先后战死,殷交只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离。 同时,燃灯道人又安排赤精子,文书广法天尊,武王激发于自己,四人各持一面宝旗,前往四方阻结殷交。 西齐阵营有众多三代弟子,殷交的师父广成子也在场,他们都能驱动先天宝旗,为何燃灯道人偏偏选择这四人? 南极先翁把巨仙旗交给燃灯道人后,转身就离开了西齐,燃灯道人说,今有巨仙旗,刻以秦阴交,只是还少两三位可助成功。 话音未落,从外面先后走来赤精子与文书广法天尊,燃灯道人一见大喜,立刻就安排这两人下场。 很明显,他们赶来,都是接到了高层命令,是原始天尊安排他们下场。 为何安排赤精子?原文中广成子一见赤精子,不禁接探说,我与道兄一样,遭此不孝弟子,赤精子与广成子恰是难兄难弟,广成子与阴交感情深厚,不愿意亲自出手灭杀徒弟。 于是,赤精子为其代劳,顺便挣一份功绩,为何安排文书广法天尊?此前,文书奉命下山灭杀马园,不想半途被准提到人截胡,文书少了一项功绩,此刻,文书再度下山灭杀阴交,正是完上次未尽之杀节。 至于安排燃灯,也很好理解,此次下场的两位都名列十二先手,三代弟子没资格下场,燃灯道人身份还在十二先手之上,他辛苦下山一场,总要收获点功绩,他安排自己持性皇旗镇守中央,也算公私坚固。 唯一难理解的是,安排武王激发镇守西方,执掌巨仙旗。 武王激发乃是一介凡人,根本无法驱动巨仙旗,实际上也是江子牙祭出巨仙旗,赶走了阴交。 燃灯道人为何不直接安排江子牙守西方,偏要拉扯上武王激发呢?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让我们回顾下燃灯道人主持破石绝阵时的安排。 石绝阵中,最厉害的就是第十阵红沙阵,燃灯道人提出,红沙阵过于凶恶,没有大夫之人才能镇压,于是他吩咐武王激发前去破阵。 江子牙一听,大吃一惊说,当今天子体先亡仁德,不善武士,怎破得此阵,江子牙虽不同意这个安排,但话说得很含蓄。 人家武王激发不过是一介凡人,别说不精通武艺,就算修炼成人仙,神仙,甚至金仙,擅自踏入红沙阵,也是个死。 燃灯道人把破阵这差事交给武王激发。 这不是坑人吗?燃灯道人丝毫不肯退让,他脸色一寒说,事不宜迟,肃请武王,无自有处。 武王激发匆匆赶到阵前,听说要自己下场,吓得双腿打仗,不过他还是很懂事地说,列位道长此来,拒位稀土,祸乱不安,而发此侧也,今日用孤,安赶不去。 燃灯道人大喜,在武王激发胸前背心,都贴上许多福禄,以保激发不会受到致命伤害。 武王激发是个聪明人,虽然知道下场有生命危险,但还是选择遵命去做,人家铲教先人都视为稀奇。 为你激发忙活,激发又怎能充当甩手掌柜,在适当的情况下,激发也应该下场体验下。 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,同时有着果断的处事能力,在看到商朝的无道,他打出了为民请令,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,从而大大的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。 在罚咒的过程中,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自带领兵马指导朝歌,打了咒王一个措手不及。 同时,周武王有着很杰出的个人魅力,他也因此受到人们的爱戴,这也是他获得人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。